1999年3月,14岁的运云棚顶着大雪,踏上了从河南浦阳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。 1999年,元宵节刚过,15岁的王宝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,闯北京,拍电影。 1999年,郭德纲和李京创办了北京相乘大会,没想到经营惨淡,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。 1999年初,马云第三次创业失败,此时的他已经35岁了。 马云带着团队去了趟长城,有一个人突然嚎啕大哭,对着长城大喊,为什么,为什么失败的总是我们? 站在2021年的开始,也许你正经历着岳云棚的屈辱,也许你正经历着郭德纲的幻灭,也许你正经历着王宝强的悲苦, 也许你正顶着像马云一样的压力。 但不管你经历着什么磨难,我都希望你能挺一挺,咬咬牙,也许你就能迎来云开雾散的明天。